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今天要跟各位分享这个大数据分析与AI应用 因为这半年 我一直在努力准备我的这两篇的毕业论文 然后可是因为有一天主任他打电话给我说他希望来上这个 希望我们有机会来讨论一下这个大数据分析与AI应用 那我就跟他讨论说我们上次其实已经交过了进出口的数据 也做了数据清理 那是不是我们直接接着把这个部分的大数据分析 还有机器学习的应用方式跟各位老师来去做一个说明 我觉得这样子的话我们可以探究出很多的现象 然后再去黑敲这些现象他政策或策略要如何领定 然后这边会发生什么事情 然后启发我们更多的解决问题的一个方法 好那所以我现在我想先给你们看一下我们今天预计做完的内容 其实在这个地方简单的说一下我把就是疫情 就是COVID-19这个疫情 其实您应该大概知道 不管是什么那个登革热 它可能是区域性的影响 例如说我们的佐水溪以南的各县市 它不会像这一次的COVID-19 影响是整个全国还有全球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到底对于我们我们的进口出口有没有影响 这才是我们想要我想要去告诉各位的一个现象 然后我们就直接把这些数据取得取得之后 然后接下来我们来去看他分析出来的结果 所以你去看一下从这张图 从这张图 这张图横轴是时间就是各年 中轴是我们的进口值 当年的进口值是多少 可以发现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的一个颜色 浅蓝色是代表说是没有疫情的时候 那这一段时间 这一段时间这个深蓝色是 我把它定义为全球疫情 就是全球疫情爆发 但是台湾是没什么事 没什么状况 那后面 后面从今年的5月15号开始 中华民国全国提升为三级警戒 全国不是只有台北 本来是新北台北当日宣布 后来不就是全国都变成三级警戒 所以我把那一天当做是一个时间点 来去看 那你会发现这样子画出来的图 是不是在这个地方发现 它其实疫情好像会让我们的进口值增加很多 好那这是从年的角度来去看 那如果说我今天我改成用月的角度 这个每一个画出来的点就是代表一个月 然后我把这些点串起来 那你可以发现 你可以发现它这边的一个表现 它是平平的 然后因为上下震荡其他就是平的 可是到了这个地方 就是从2016年开始进口需求增加 等于说因为有需求我们才会大量进口 然后到了2020年开始 这是全球疫情 全球疫情 这边的定义全球疫情是指台湾有第一例境外移入 就是中华民国境外移入的COVID-19 确诊病患第一例是2020年的1月11号 是境外不是本土 那所以你大概可以想像我们在做一个分析的时候 我干脆就直接从1月1号我就开始视为 就是全球疫情期间 所以你去看在全球疫情期间的时候 它后面是慢慢在增加的 因为台湾没事 台湾这个时候其实是没事的 那没事的话 那当然别人可能有事的地区 他们可能就会选择性 就是可能需要进口的那个对象 就会找没事的这些国家来去做进口 所以我们这边 我们这边的出口增加 进口也在增加 好当时是这样 最后我要算的是一个贸易顺差比 这也是很重要 这是大家 因为那时候学生我都有教 那更何况是我们老师这边 其实那些公式都算好了 到时候只是你要去应用画这些图而已 那你可以发现这个颜色 这个是台北台北市三级 就是中华民国三级警戒 COVID-19三级警戒的时候 它的进口的需求 进口值是更高的 那如果说我们在做统计检定 统计检定 其实你去做那个适合度检定 那这都是非常非常有意义的 非常有意义的那个数字 会被检定出来 就是那个P值会变得非常非常小 好 所以就提供给你们参考 但是我们要谈调讲的是 视觉化分析主要是先取得这样子的现象 然后我们还会继续来去做一些其他内容的一个探究 我举例来说 当我们进口需求很多很多的时候 请问一下那个商品检验 例如说有没有包含那个COVID-19的这些的检验 那个量一定是要增加非常非常多 反正以前可能是抽检 现在在疫情期间 我们就不能再用抽检了 我们是全检 那相对的 你知道这人力的投注会变多多少 对不对 所以相对的 那个反正这后面有很多很多有意义的事情 甚至可不可以跟医学这边 就是人民食安 如果说针对食安 那个就是民众要吃下去 还有针对环境 因为那个我们有很多 我们台湾的资源是有限的 可能会去进口很多的电机零件 好 那这些东西会不会现在短时间之内不会影响 长期之后会不会有一些影响 所以相对的 这都是应该我们以后跨领域结合 要来去思考的事情 好了 那我还希望今天我们要讲那个预测 预测 所谓监测 所谓监测 我们先讲监测 监测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知道说 因为同期比较还有一种比就是我跟上一个 上一个年度的同月来去做比较 知道说他到底是 例如说 黄色灯 绿色灯 红色灯 那当然红色灯 在这边代表进口 进口是很多的 我们当然希望是出口越多越好 进口越少越好 好 但是他其实中间应该会有一些平衡的数字 所以我就用这个灯号来去呈现 例如说 附的我就用黑色 然后 如果 如果进口的需求是0到20% 我给他是绿色 然后 然后20到50% 我给他是这个颜色 黄色 那红色是指50%以上 就是他同期比较同期比较的结果 那我们现在就大概来看一下这个灯的表现 灯的表现 你看 从一刚开始的时候都是黑色黑色 都是黑色 然后慢慢开始出现是绿色 绿色 这绿色大概是在2012年那个时候 好 然后绿色黑色交错 可是就开始出现有绿色 一直到差不多2015年 你看2015年整个是进口减少 可以了解吗 就是跟同期 就是2014年增加 那2015年他减少 好 那 那理论上进口需求应该是要 正常来说应该是要一直在增加 才对 好 就是 就是 就是有这样一个现象 好 那可是在这边2015年 诶 进口需求减少 减少 然后到了2016年 2017年 你看又变成是绿色 可是偶尔会看到 偶尔会看到黄色 对吧 到了2017年 大概就是都是绿色了 到了2019年 2019年 2019年开始 就是绿色黄色 绿色黄色 甚至还有黑色 好 那可是到了2021年的4月 4月 甚至1月开始 2021年1月 你看只剩下红色跟黄色灯 可以了解吗 好 就是我会希望说 有这样子一个感觉 就是我们要看大数据 就是要建立这样子的视觉化分析 还有既然是监测 所以我就想要再跟你们分享一下 就是假如说今天我挑了一个 我挑一个2019年 2019年1月 这一个月 他没有疫情 他没有疫情 然后2019年的2月 他没有疫情的时候 他的一个进口的需求 进口需求 还没有达到那个目标 我所谓的目标 我这边的定义就是超过50% 跟同期来去做比较 超过50% 好 那 这代表是有在增加 好 那接下来呢 这个减少 减少 可以看到吗 每个月你都可以去看 去看 这个等于说是一个监测 监测的一个量测计 好 然后再接下来到了 这边慢慢来去看 一个月一个月要去看 他都没有达到这个目标值 就是都没有超过50% 的一个增加 好 那你再看 到这个 这个时候 2020年 2020年的1月开始 这已经是全球疫情了 都没有超过我这边设的这个监测 代表就是说还在有效控制范围内 好 那到了 这边有看到吗 2021年的1月 直接爆增 有看到 好 从蓝色 直接变成红色 而且你可以去看一下 2021年的 第一季的1月 这个时候 它跟前期的比较 也是红色灯 这是两个不同的意思 好 这个 这个的意思是说 它跟没有疫情的比较 这个时候呢 它其实已经超过了 就是50% 没有疫情那时候算出来的平均大概是 21个 20个百万 大概是不到21个百万 可以了解 所以这两个是不一样的意义 但是都是很有意义的事情 然后到了2月 2月不是过年吗 那时候进口是整个稍微有下降 这是合理的 因为那个天数不够这么多 好 再来 再来 那个 不过这边又特别要讲一下 你要知道说 那个 呃 我们如果说进口的大宗是来自于 例如说 美加欧洲的话 他们12月底 1月初会有一个 就是过年 所以他们会希望在那个12月 可能21还是20号就结束了 这样了解 所以他们的12月 其实对我们来说也是有影响的 所以12月少 那相对的会累积到1月这边会增加 这个是一个季节性 这就不在我们讨论的范围内 只要我们知道这件事 可是你看1月是不是增加很多 2月减少 2月减少3月 这时候是超过了 超过我整个报表 整整个gauge 所能够划的范围 就是41个百万 这边 呃我我我刚说 目标我希望设成50% 就是20个百万的1.5倍 那就是30个百万 那我的最大值就变成是40个百万 结果他已经超过了40个百万 就整个超过这个gauge 好然后再接下来到这边 再到这边 你看是不是都一直维持在 就是超过的这个范围 而且是持续的 这也是有特殊的意义 所以你去看 这一边 这边就是 这边我在讲的是 每个月他都有超过我们的这个目标 目标 好就是没有疫情期间50多50%这个目标 而且他跟同期比这边几乎都是红色的 好 所以这个以上这个内容我叫做监测 因为一定会有人需要去看这个资讯 好 那以上就是我希望跟各位分享的内容 你给大家看这个资讯 好 好 我感谢你们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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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